Omicron变异株来势汹汹 日本也成了继香港之后 亚洲第二个沦陷的国家地区 而相较于各国闪电的封锁边境 收紧防疫政策 但是我国却始终没有锁国跟进行的打算 外界就质疑了 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挡得了Omicron吗 不过对此指挥中心就解释了 其实我国的边境管制本来就已经很严格 另外就是日防接种组ACIP召集人 李斌也说了 春节7加7入境检疫方案的确有风险 但是也必须要妥协 所以就希望了到时候民众 真的要确实的来遵守检疫规定 因为只要有人轻估 让Omicron封破了防线 到时候恐怕会造成上百例 甚至是上千例的个案感染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提到了 Omicron变异株不排除会在12月侵入台湾 但是防疫策略是否还要在紧收 则是要再观察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入境 希望都能够在边境把它挡住 想到12月1月新有耶等节 跨年接着还有农历春节 民众跨国一栋多 让指挥官城市中多少还是有点小担忧 不排除12月台湾就会有Omicron的病例进入 但相较于俄罗斯巴基斯坦 都禁止香港航班入境 日本也闪电锁国 而台湾却始终定调不封边境 只把十国列在重点高风险国家 也没有把传出去诊病例的英国香港列入 更没打算取消春节7加7入境 警疫专案 这样真的挡得了Omicron病毒入侵吗 面对日本成为继香港之后 亚洲第二个被Omicron病毒攻陷的国家 除了中心定调 目前没有进行打算 而欧洲国家算传出疫情 也都还是以境外移入为主 关键还是要看是否会对社区造成影响 因此我国防疫措施是否还要再加研 得观察两到三周 而有专家认为要用平常心看待变异足 要拿捏风险跟国人需求的确有困难 目前也得等到Omicron病毒跟具体的传播力 免疫逃脱力数据出炉 国在决定边境管制是否需要在加研管理 结果你这位级也太不到 对抗变种病毒打疫苗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疫苗施打率 似乎出现了停滞的状况 第16期的疫苗预约截止 但是各厂牌疫苗的预约率却是不到六成 而面对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台大急诊医学部医师李建璋指出 不能够光只靠边境管制 还要配合打疫苗戴口罩 还有居家快筛 这防疫三宝才能够有效的对抗 但是Omicron病毒比起Delta变异株 有更多的极蛋白突变 外界就很担心了 现有的快筛还有PCR检测 到时候会不会测不出来 出现胃阴性的状况呢 对此指挥中心就解释了 那么以台湾目前的检测工具 应该不会有验不出来的问题 Omicron变种病毒比起Delta变异株 有更多极蛋白突变 也另外结优心 现有的筛检工具 包括居家快筛或PCR检测 会不会筛检不出 染上Omicron的病患出现违因性呢 很少数的厂牌 不管是快筛或PCR 是有针对这个S蛋白来做这个标的 那这类的这个产品检测的部分 就会受到他这个Omicron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是很少的情 我们国内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在目前还可以不用担心 说会有这个检测不准的一个情形 强调现有的筛检准确性不受影响 波台大急诊医学部医师李建章认为 如果Omicron病毒真的突破边防 入侵社区 恐慌会造成比今年五月更大波 更广泛的传播 想有效防堵 不能只光靠边境管控 打疫苗 戴口罩和居家快筛 这防疫三宝不可或缺 还有两类族群如果有不适症状 要尽早使用快筛 才能早期发现阻断传播脸 除了靠筛检找出确诊者 打疫苗也能有效抵御 变异族威胁 不过看看第16期疫苗预约状况 AZ或莫德纳都只有一到两成 指挥中心解释 打完两剂的民众都已经超过八九成 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数较少 而外界关心 11月30号就要到齐的这批AZ疫苗 到29号晚间还有3000剂 会不会打不完 指挥中心强调30号就会打完 不会浪费疫苗 记者中不倒 Omicron变种病毒肆虐 一般认为现有的疫苗 多少还是有预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 不过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 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就预测了 现有的疫苗不容易对付Omicron 更直言制药公司 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大规模的生产 对抗Omicron的新冠疫苗 而他的说法就被解读是 莫德纳疫苗没有办法 有效的对付Omicron 一度把金融市场都给吓坏了 引发担忧 不过指挥中心发言人 众人想表示这样的说法跟他听到的不同 疫苗是否真的无效 还需要时间验证 英国金融时报看出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的专访 标题大大写着班塞尔预测 现有疫苗不易对付Omicron变异株 他指出现有疫苗在对抗Omicron时 没办法提供和对付Delta的相同水准保护 而且Omicron在极蛋白突变的数目很高 传播力强 意味着现有疫苗可能得在明年有所调整 研究数据预计在两周内出炉 不过班塞尔这些话被解读是莫德纳 无法有效对付Omicron 跟我听到不太一样 他们的疫苗对是不是真的对这个Omicron没有效 应该还需要时间才有办法验证 指揮中心帮忙澄清 班塞尔也说假设要针对Omicron研发新疫苗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也担对长者提供更强的加强针 莫德纳目前的疫苗有进行三种在做测试 他们针对这个Omicron的一个变异株 也在发展次世代的疫苗 人们多数专家认为这类高突变的变异株 可能还要一两年才会出现 结果新冠病毒短时间内就变异突击 更让各大厂牌的疫苗效力备受考验 记者您收视收明台北报道 指挥中心最近也拍板定案了 国内12到17岁的青少年 预计从12月中开始 要接种第二剂的BNT疫苗 那么原本外界最关注的呢 就是青少年来打第二剂 会不会提高新肌炎或者是新胞膜炎发生的几率呢 指挥中心ACIP召集人李炳颖解释 专家会议之所以将施打的间隔定为12周 是因为第二剂延长到6到14周施打 虽然比访单建议的三周来得更长 但是不会影响到抗体以及细胞免疫 而且还可以降低新肌炎的风险 而他同时也喊话了 施打第二剂是利大于弊 青少年打疫苗才能够建构 比较完整的群体免疫保护网 12到17岁青少年将在12月中 开打第二剂BNT疫苗 不过光是第一剂就有部分出现 罕见副作用新肌炎 指挥中心一度宣布还打 如今面对Omicron来势汹汹 ACIP开会将施打间隔延长到12周 降低副作用发生率 第二剂的发生率是第一剂的好几倍 延长的话好像就变得差不多 把那个第一剂跟第二剂的时间 延长到6到14个礼拜 比他反单的三个礼拜 跟我们国家监狱的四个礼拜的间隔 还要更长的时候 不会影响疫苗 引起来的抗体跟细胞性免疫 而目前台湾青少年打第一剂BNT后 截至30号 新肌炎新包抹炎副作用 累计通报23起 以南新居多占了八成 国外数据则显示 年龄大多为30岁以下 七成以上接种第二剂才会出现 就怕副作用让年轻人以及家长却步 指挥中心赶紧强调 接种还是利大于弊 毕竟新变异株在境外虎视眈眈 为超前部署 青少年也是社区完整保护网 重要一环 记者综合报道 祝福 第一剂 印度 吉利坚窃